各位網友早晨,我是五仔 早晨,我是希哥 我們是希5 神早新聞報寸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一下 天氣如何呢?希哥,今天 來到5月9日,星期一,今天多雲 有一兩陣驟雨 一間短暫時間有陽光 最高氣溫約28度,吹和緩的東風 接下來幾天,驟雨會逐漸增多 本週中後期有大驟雨和狂風雷暴 整個星期都下雨 好啊,知不知那些人去哪裡呢? 這日假期 長洲 超過17,500人次 就往返中環長洲 新杜倫說較上年是激增16% 再逼過 這些就是假日的活動 長假期一定有你份 好,說給大家聽 今天有什麼新聞先說 看到大埔那裏 有個阿叔 一堆阿叔 跟青年大混戰 打了架 什麼事呢? 阿叔還問 你知不知道是誰啊? 很好火啊 誰啊? 是誰啊? 是明星來的 好吧 那麼 那個澳門相思案 嘩,死者的身份就曝光了 就說是妓女 和唱錢黨 但不是一起被殺 是分開殺的 嘩 這個男人 殺完一個又一個 和素未謀面的女人 是吧? 這件事很恐怖 另外呢 有人呢 就賣這個MIRROR的假票 假的MIRROR票 大家都知道MIRROR現在很紅 一張票 頭一行 說炒到四十四萬 竟然有人賣假票 被捕 元朗那邊那個 確診群組 元朗火鍋店 曾治 八人 嘩 昨天就研究 是不是要停了? 不是你的新聞 為什麼這麼厲害啊? 在確診那方面 就是二百四十一人確診 死亡就多兩宗 昨天就零死亡 大家都啪手掌 母親節 是吧? 超哥登機那天 零死亡 竟然今天彈兩宗出來 看到有些交通意外 一個的士 急轉彎 差點撞死鐵騎士 嘩 那雙腳向天 嚇死人了 圈出來的圖 另外看到有兩輛車 是自焚的 交通是混亂的 一道 新聞呢 都多話說 慢慢說給大家聽聽 那在那個 確診數字方面 不知道為什麼 不斷找本地的新聞 他們都不報 找了三份 星島、香港01、東方 看不到最後在這個 台灣新聞的Yahoo裡面找到 中央社記者報道 重要 那就是 確診數字 就是 241 有 25宗 輸入個案 241宗 是本地的 那 就 低水平 300宗以下 香港 過去24小時 有兩名確診者 死亡 說完 沒有了 看不到 其他新聞 已經是 但是看到這個 這個元朗 食市 某單金國 再多四個食客 就確診 他們追蹤 對 追蹤他們 究竟 是怎樣呢 有些專家 就說 應該 是有一個 短距離的空氣 傳播 有或者 有超級傳播者 嘩 好可怕 超級傳播者 在北京那裡 說一傳四十 那究竟是不是這樣 他們有些什麼確診人士呢 當中包括一名 六十七歲女士 她打了三針 三針都打了 兩針都可以進入 三針都是這樣中 在五月一日上午 曾經跟另一個親戚喝茶 當時坐在大堂中央 五月五日出現輕微的咳嗽 曾經去過私家醫院求疑 她的心喉 樣本呈陽性 她和家人一起吃飯 一起用膳的親戚 暫時快測 結果是 陰性 哦 之前是陽性 之後又陰性 這樣 另外 有對夫婦 打齊三針 去喝茶 都說確診 一對夫婦 已經接種三劑疫苗 兩人在五月一日 都在酒樓用膳 又是大堂中央 全部都是大堂中央 就說五十六歲的丈夫 六號輕微咳嗽 五十八歲的太太 五月七號 就由肝咳 兩個人都是陽性 其餘那些 不用說 打了針 不過打了三針 就跟你說 三針 其餘那些 肯定都要兩針 五月一日之後 進去吃屎 吃飯 在八個個案當中 七個人已經打了三針 原來是七人 真誇張這個比例 年齡介乎四十七至六十七 一個人沒有病徵 這樣 七個人打了三針 一個人打了兩針 這個所謂的傳播鏈 他這樣說 我告訴你 其餘的食肆 食環署 聯同警察 就是巡查尖沙咀食肆 揭衣服 揭衣服 沒有掃安心出行 兩人沒有掃針卡 位位五千 另外 有兩個人 二十三和二十四歲的男顧客 吸食水煙 不行 在山林道食肆吸食水煙 禁止吸煙區域吸煙 人員向他們發定額罰款 但是這些水煙 基本上應該是負責人給他 他才可以 這裏沒有寫票控的負責人 這麼有趣 看看 另外 另外 就 沒有了 確診那些新聞 講完了 講回那宗 澳門雙屍案 身份曝光 死者身份曝光 是妓女和換錢黨 相隔十小時被殺 究竟先殺誰 先研究一下 這個案情 他們形容為恐怖的命案 案情逐步浮現 消息指 司警調查顯示 兩名裸女死亡時間 相隔十小時 這個兇徒相當殘忍 先殺一個再殺一個 通常殺魚人會害怕 他不是 一個不夠翻尋味 你夾財夾色 不用拿命 其中一名死者 是妓女 和兇徒有個性交易之後 就到酒店房間 談心 聊天 被人用肉袍的腰帶 就垃死 另外一個死者 就是換錢黨 應約去房間 就換錢 你換錢而已 換錢黨他不是 他就脫下衣服 你不是說 是奸屍嗎 這件事 不清楚 但衣服真的沒有穿 是裸屍 但這個不是雞 這個不是妓女 同租獨首 兇徒殺人動機 相信 是純粹謀財害命 沒有私怨 更恐怖 即是無差別 隨便在街上 站在街上 上房間殺 最慘的是 澳門這麼小的地方 你未找到人 有人為掩飾死者的身份 剝掉他們的衣服 和飾物 拿了財物證件 抹過現場所有的痕跡 所有的線索 消息指 事發酒店房間 並非兩死者登記 案件揭發兩名女子 突然間人間蒸發 她朋友擔心四圍穩 中揭發兩人服屍 兩死者的致命 原因是被人勒死 鑑於他們沒有反抗 即將 施警不排除 這個兇徒 是恐怖有力 一下 一哭 就把他們殺死 手法很純熟 你想想 如果 初次殺人 你一定會害怕 你一定會 不是很熟手 你看到這個人恐怖有力 一勒 就把他完全勒死 而他沒有反抗的痕跡 即是代表他很快 很大力 以及 很迅速 整件事 其中 一個死者在澳門賣淫 兇徒就是嫖客 先殺了妓女 那妓女可能身上沒有那麼多錢 他就再殺一個非法換錢黨 換錢黨 他本身都是做一些非法事 換錢黨說他是非法活動 這些真是 搞定一件之後 不夠錢用 再殺一個 拿了他的錢 這樣 由於換錢黨成員 多數身懷巨款 施警不排除 引起兇徒的 垂宴 即是說 這些劫完息再劫財 這傢伙能捉到嗎 快點捉到吧 很恐怖 這些是 沒什麼人性的 做這些事情 好 講講其他新聞 你們就知道了 今天香港的一件事 比較轟動一點 在馬路上 你看到我下面的圖片燒到 我不知道圖片能不能出現 封面應該有掛 因為現在Youtube連爆炸的場面 都好像是黃標 九龍城 池雲山 兩架私家車 起火 焚毀 太子道 東天橋 往太子一道 是全風 不是炸一架 你看到 一架 原來有兩架 在昨天 下午三點 一架私家車 沿著太子道 東天橋 往旺角方向 突然起火 無煙 真是恐怖 陷入火海 司機幸好自己跳車逃生 消防員 兩隊煙武隊 和兩條後勾 噴水噴了十個字 把火救息 調查事故原因 未有人傷亡 附近 池雲山 池政村 對開私家車 又起火 全輛車 燒到只有殼 火警 在3.08分 舊息 事件足 也沒有人受傷 為何這些車 這麼容易起火 對 對 對 不是開玩笑 因為在九龍塘聯合道 剛才 早上 7點 10個字 又有私家車起火 這是什麼事 天氣熱 跟車子起火 有關嗎 一架私家車 這架是第三架 經九龍塘聯合道 廣播道交界近浸會大學 突然起火 司機及時逃出 消防到場 將火救息事件中 沒有人受傷 無需疏散 那些車全部都是 連環三架車起火 真是 嚇死人 好 大家過馬路要小心 剛剛看到新聞 有一宗 旺角 有個差多歲的 白過馬路被車撞 64歲的 雄汛司機被捕 74歲老翁 昨天在阿佳佬街 橫過馬路 懷疑被雄汛撞到 昏迷送院後死亡 警方拘捕 涉案的 64歲小巴司機 昨晚 接近9時 小巴司機 沿著阿佳佬街 去九龍城方向行駛 去到 一條 馬路 阿伯 過馬路 74歲 阿伯撞到頭 之後 昏迷送到廣牙醫院 去到晚上 九點四十七分 證實是死亡 大家過馬路要非常小心 非常小心 駕駛的意外也很多 說說其他新聞 昨天母親節 有些女孩子 女孩子很小 獨留家中 是不是 她說未必是 但有人拍到她 坐在窗邊 猛搖那隻窗花 目擊者說 神經病 你家人 有個小孩 在窗邊 搖那隻窗花 搖掉了 那怎樣 她不是想出去玩 出去玩 飛到街上 什麼事 在順利村 一個群組 鋪了一條短片 就說有個女孩子 坐在一個十幾層樓高 單位裡面 在窗邊玩 不停爬窗花 在窗花上爬 大力搖窗花 對了 嘩 嘩 不停罵 那個女同學家長 不是瘋的 為什麼沒有阻止她 這麼危險的行為 大概八歲左右 這個女孩子 沒有人管 窗邊 不過搖掉了 那些公屋 你也知道 都幾十年 搖掉了 下街 再見 空中非人 大家利是 母親節 這些 看好子女 不懂得生 不想生 就不要生 這些真的很恐怖 沒有時間照顧 都不要生 沒錯 一個小孩子 要很多時間去照顧 才可以成才 好 另外深水埗 有個五歲的男童 被獨留家中 父母被捕 是啊 剛剛 是不是 不是 昨天早上九點 警方接獲 副槍村 副城樓 一個小孩子自己報警 五歲男童報警 指自己被獨留家中 覺得很害怕 警員到場 破門入屋 經調查後 男童母受傷 送院檢查 當時 他父母不在家 過了一段時間 就回家 啊 他父母四十歲 他父母三十二歲 涉嫌 對所看管兒童或少年人 虐待或忽略被捕 都不知道怎麼辦 那你之後怎樣面對這個小孩呢 反對 報警 哈哈 真是搞笑 但是 父母被拘捕了 啊 這些事情 唉 不懂得說 啊 那 都 馬上要照顧好一些小朋友 這些就 那 先說一下 什麼 MIRROR這麼紅的時候 有人就賣咖啡 那些傻子 平時 網上有些 可能有些人是 為什麼要聽五仔 為什麼要聽五仔 當然啦 你不聽新聞 你當然愚蠢 你做這些煩法事 是不是 很小 這個二十歲 那我們經常叫人不要犯法 偽造MIRROR演唱會 就騙錢 昨晚九點 一個二十九歲的女子 去到長沙環站 在那些社交平台 認識了這個男買家 就買了兩張演唱會的門票 哈 多少錢 一萬元 現金給對方 還要吃炒價 那 那 發現教授的門票 好像假的 一筆東西 那跟他爭執 你買咖啡 那那個年輕人二十歲 那 心虛 拿了其中六千八元想走 你不就瘋了 還搶錢 好了 女事主馬上報警 警員接報趕自現場 在上指 折停攝氏姓蘇的二十歲男買家 在他身上找到另外四張偽造的演唱會門票 當場 起回六千元現金 經過初步調查 警方以涉嫌以欺騙手段取得財產 及管有虛假文書 拘捕姓蘇的二十歲男生 已被扣留調查 案件交由 深水埗警區刑事偵查隊 跟訊 唉 真是神經病 是的 近來 那些票賣到 顛價 四十四萬一張 吹到 那些黃牛黨 都已經出來撲票 不排除 因而引來不發分子 乘機 做假票 握錢 希望大家知道這些事 就報警 應該不是一單半單 但這個年輕人真的很愚蠢 是的 一定找到你 你閉路電視 我幾點來過這裏 你穿什麼衣服 在地鐵交收 你做犯法 香港 一定要抓緊抓到你 真是神經病 這些都沒有前途 一搞這些事情 另外就說一下 大埔有一宗 打架 打到很混亂 叔叔那邊搭油 那個年輕人都還拖 大埔廣福道街頭 立椅 叩子 大混戰 叔叔 問那個年輕人 你知不知道有誰 知不知道有誰 不知道 是明星 昨晚發生街頭混戰 網上流傳影片 現場廣福道127號 那間泰國餐廳對開的行人路 看到一大群中年男人 和一批 一批 年輕人發生鎮扎 我想的片 我想我看到一個 我以為是 一群阿叔打一個年輕人 原來不是 阿叔大戰年輕人 雙方粗口橫飛 老母老母 遍地雜物 其中一人 就說早前已報警求助 所以 就傳來說警車的響案 B步 B步 那些 亦有一個年輕人 向警車揮手示意 其間有阿叔大喊 你知不知道我誰 你不認識我 通常那些人這樣問 我們以前小時候 我認識你 是老鼠 就是開玩笑的說 但是不知道 算不算 他又不算自稱三合 他又沒有響搭 他就問你認識我 不認識 他就說 衝突越發越激烈 拳來腳枉 連長一方 有人被打到 立即揮拳起腳 還擊 更將一名年輕人 打致失去平衡 後來有人 拿了木椅 就說 是想幫那個年輕男子 隨後被人枯鏡 扯走 雙方 就拿了一塊 跌倒落地 打到混蛋了 另外一個 就是年輕人 嘗試勸交 分開對方 還說 冷靜點 冷靜點 停手 有人聽到 未有停手 不滿 你是不是幫忙 你叫他冷靜點 雙方就是這樣 最終雙方 就停戰 多個警車 和救護車 也都到場 這些全部都被拘捕 在街上打架 晚上八點三個字 警察接到報警 大埔廣福道 一百二十七號 一間餐廳外面 有十多人在打架 有人報案 就說 幾個中年男人襲擊一個年輕人 對 所以我看到這樣 應該 那群年輕人有些人幫忙 還是怎樣 我都不知道 我看就看到一群中年 襲擊一個年輕人 很難說 警方到場調查後 拘捕了一個六十五歲的男子 在公眾地方打鬥 他自己報稱手臂受傷 由救護車 送到喇叭嫂醫院治理 六十五歲都退休年多 跟那些年輕人哪有夠打 如果人家要打 可能這些都是 人知不知道他誰 拳怕笑 拳怕笑撞 年輕人都打開架 六十幾歲的人 沒理由這個時間才來 威威 大家冷靜一點 有什麼事 有什麼事走開 平水相逢 大家沒什麼需要 有任何衝突 任何事都是 和平最好 但是郵麻地有個男人被人爆瓶 又一宗暴力事件 剛剛清晨六點八個字 警方接報的一個男子報案 說自己在郵麻地廟街280號 對開被一名 非華裔男子以玻璃瓶襲擊 衝鋒隊趕自現場發現 男士主受傷 男士主由救護車送到醫院治理 警方將事件列作襲擊案處理 正追緝涉案人士 現在行街都被人爆瓶 真的 那些地方不太適宜 有些靜的時候走過 但真的要走過也沒辦法 走出去彌敦道 真的沒辦法 很危險 再說 交通意外的事特別多 有個的士U-turn 掉頭在皇后大道東 一個電單車司機被人撞到 滾上車頭 真的 你有沒有看清楚才轉的 的士大佬 叫聲你大佬 昨天中午12點 灣仔皇后大道東發生交通意外 網上流傳車cam影片 可見一輛市區的士 往跑馬地方向移行 期間駛去皇后大道東 23 23 231號對開的時候 突然間扭右 一轉 你都不看 嘩 撞了電單車 炒了上車頭 整雙腳 你看看 向天 兩名司機都報警 報清受傷 蛤 兩名司機 的士 的士 為甚麼受傷 他說自己 U-turn撞到人 自己扭到頸 被撞到三十七歲 南亞瑞南鐵騎 即是那個電單車司機 胸口痛 五十一歲 撞人的的士 大佬說扭到頸 送去勒敦子院 嘩 你搞錯 這樣U-turn 行不行 有沒有被捕 我沒有寫 撞到人 說自己受傷 就行了 嘩 嚇死人 好 大家自己開車 有時候都沒得小心 他這樣U-turn 你真的看不到 好 另外 講一下這個 哇 藥狗 有六隻狗 被困在荃灣大廈 天台暴曬 你都知道 最近很熱 拍到 有個戴脾舞的男人 向狗揮棍 什麼事 狗狗在天台上 高溫三十度 被困在天台上 根據 香港動物報表示 有市民發現 荃灣沙咀道 豪力 中心天台 有六隻大狗 被困養 即是困在那裡 不出街 好像動物圓 那些動物 哦 五隻是雪梟 哇 真的 雪梟最怕熱 慘了 天台最曬 住的地方非常合窄 衛生環境惡劣 每天早晚不斷廢叫 喊救命 看到有個戴脾舞的人 隔著鐵閘 拿棍打他們 揮動 揮動 不知道是不是打 揮動 影片看不清楚有沒有打擾 不過日前 愛護動物協會派人上門了解 沒有人應援 留下封信 要求對方回覆 但至今未收到回覆 愛協督察稍後會再上門了解 不是 香港有動物警察嗎 爆門 哇 真是離譜 那個單位是甚麼人 通知負責人 是啊 這些真的離譜 虐待虐待 雪囂是很怕熱的 你穿雪褲丟你上天台曬 這些下世環 真的沒辦法 好 那說一說 哇 有個七十幾歲的阿婆 服毒自殺 為甚麼 為甚麼會在沙灘 淺水灣 七十多歲的阿婆 服毒自殺 被發現 倒餓在這個海灘 那個 帳篷裡面 陷入昏迷 駐場救生員 為其急救 在事主 發現一張寫了 我吞了一百二十粒安眠藥的字條 立即叫白車 是的 警方在現場檢獲遺書 港九請匿員工會 昨天早上十點 有泳客通知救生員 說女人昏迷 據了解這個女人 七十九歲 姓康 抵達現場 相信有人服食藥物自殺 但沒有說他生死 昨天 吃了一百二十粒安眠藥 在海灘上 真是恐怖 為甚麼看不開 對不對 那 說一說 有件事 就是 警方 不要說這件事 沒甚麼要說 原來有些大廈 都發現連環的確診 除了在元朗火鍋店之外 維蜂的葵方村葵順流強檢 發現有七宗的陽性個案 嘩 在當局 到訪五百一十七戶 有八十九戶沒有人應援 政府會採取措施跟進 嘩 那麼多人 可能出了街又未頂 現在的人 不知道 不過看到跨境司機 檢驗了二千三百一十一次 原來發現有十五宗初揚的報告 那 確診數字其實還未低 那叫大家 就要 保障自己 就戴口罩 不要以為現在二百幾十宗沒有了 待會多一宗多一宗 大家沒飯吃 你看現在的人很開心 因為全灣受B狼 受C狼 就開幕了 一度有幾十人 站在門口 就塞到爆了 母親節 就叫母親去排隊 有人說 叫媽媽去排隊 多疼一點 媽媽 去排隊拿票 媽媽 請你吃壽司 你出錢人出腳 這樣 一連三日 流港消費 以前這些日子 大家去哪裡 台灣 日本 是我的 是嗎 肯定是 慘了 說完出來 眼淚水都流出來 日子 連鎖 壽司店 壽司 廣 你都知道 全灣開了分店 吸引了大批市民 民風而至 市民上載的相片 嘩 遇上母親節 很多人出街吃 情況更加是擠涌 有網民大為不解 他說什麼 母親節叫媽媽去排隊 啊 認識的 原來很多媽媽 有人說 哪有人第一天二天去的 等多兩三個星期 先過高峰期 是啊 有些人就說 第六波就是這樣爆 大家自己小心 因為專家說 第五波已經完結了 究竟第六波會不會來呢 看那些新聞好像有點暗湧 有些暗湧 經常說 這裡又這樣 那裡又這樣 大家自己小心 時間來到這裡 下次再說 拜拜